謝忠義很兇 剛剛在第二彎的時候 可能先前面的車手 彎速不夠快 直接走在外線 但沒有成功的進攻 但是壓力應該是有給到 這個車的煞也是相當的有強法 沒錯 在直線 這邊 謝忠義我們就會過 過了 主編拿下崗位的火 你叫什麼名字 謝忠義 我知道啦 你今天跑幾組你自己講 兩組 這是第幾組 第二組 第二組 你上一場是第幾名 上一場 你說龍潭嗎 上一組 上一組第一 第一喔 你今天想要哪幾個第一 兩個 你這組有幫兩組是不是 看起來也不累啊 看起來也不累 那加油好不好 好 給後面你們多點機會嘛 好 OK加油 好 掌握在第二名的黃建穎 你的這個車輛塗裝 我看的是相當熟悉 來你來自哪個車隊 直屁的儀博 大雪 華一 OK那這台車聽說很有競爭力 沒意外的話富哥應該在下面看著 對 給富哥領導會有壓力嗎 我是給大B哥教的 我是給王中豪教的 OK啦 那所以就沒有壓力 還是有壓力 扛起這個大牌子 好加油好不好 好加油 謝謝 來訪問排位在第三的林俊陽請問你來自什麼大學 我來自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老舌是不是 對 你今天是第一組嗎 這個組別而已嗎 對 只有這個組別而已 那前面好像那個 那個甘衛那個有沒有 他跑了兩組了 他這組還想拿冠軍 你什麼想法 我怕他把我撞倒 因為他比我還要撞 所以你的意思是 等一下你會在前面 他才有機會撞倒你 對不對 嗯 對 我喜歡你這樣有自信 好啦 那待會加油吧 你有什麼想話想要跟他講 我開玩笑的 好沒事加油加油加油 好 騎手舉起 起 退場 紅燈亮起 看燈看燈看燈 起跑 喔 Speed in Vio 車子起跑 真的很快啊 我是不是給了一起跑 直接 拿到線上的 第一嗎 沒錯 現在謝忠寧 暫時掉到第二 哇 蘇在起跑 可是起跑可能 這個 對 因為慢了一點 可是起跑真的相當快 好 現在目前第一圈的法交換通常是最常會發生事故的地方 是 對 因為大家都比較急 但是看樣子這一場是相當的peace 沒錯 欸當然有一個選手跑開喔 後面的選手喔 好 這個 車連在一起的感覺很像TSR 謝謝 現在選手的姿勢都非常高 好 好 現在王健銀 在起跑之後 現在保持領先 第二是謝忠寧 那排位在第三 林軍堂目前也還是在第三喔 第一集團 一二三四五六 六 六台車 喔 謝忠寧在雙髮夾出來的那個 大左彎 很有想法 非常有想法 但是 三彎其實很危險 因為那個彎就是你要買就過 要買就是摔 欸就是賭啊 對 模式的超車啊 因為那邊的話 你沒過就是前輪 撞人家的後輪或側面 但他可能覺得這個是個好的 好的賭注喔 對而且王健銀在倒數第二彎的選線是 相當有使用到speed evo 加速快的優勢 沒錯 沒錯 沒有啦 他那個倒數第二彎 煞車的線很短 是 喔 謝忠寧很兇 剛剛在第二彎的時候 可能先前面的車手 車彎速不夠快 直接走這外線 但沒有成功的進攻 對但是壓力應該是有給到啦 對這個壓力現在 全部都壓在前面的這個 王健銀的頭上了喔 對因為謝忠寧可以看到他那雙髮夾 換位的時候 其實 理論上 感覺他出彎的時候會慢一拍 但是 他卻比人家的線還要早收進來 是 對不愧是 早上拿下崗位的謝忠寧喔 老婆這邊第一集團三台車 1 2 3 喔 在第二彎 倒數第二彎也 這個側煞也是相當的有強法 沒錯 對 5在直線 這邊 謝忠寧有沒有機會過 過了 過了 哇 哇 這種超車都是非常 高風險但高報酬的喔 對那王健銀看看有沒有機會 因為畢竟早上排位也是在第二 秒數幾乎是 也差不多 0點多秒的秒差 對你可以看到 謝忠寧啊 他在雙髮夾出來的那個左髮夾 出彎的時候 騎得自己很漂亮 路線騎得很短 4 那林鈞陽戰軍在第三 第四是廖以休 第五張冠奇 第六 蔡岳君 抱歉跟正 張冠奇現在來到了第四名 謝忠寧在超過的一圈後 拉縮一點距離喔 也過出了場上 最速單圈 51.151 快樂現在的王健銀 轉倒喔 王謝忠寧現在秒數最快喔 快樂第二名的王健銀 竹竹的1秒喔 矛起來騎了 對真的是矛起來騎了 最後一彎的選線 也從外線 最搭線 進去找開油了 超級大外拋 超級大外坑 對打正我的用值 喔 來到了50.9秒喔 喔 這樣往前推 對 王健銀也把秒數推到了51.8 但是還是 差了將近1秒 這樣子是 謝忠寧在超車之後 然後就打轉也不留了 直接全開 不保留了 他已經把單圈線都拿出來了 毫無保留 對 就是 唯一的目的是 趕快甩開後面的王健銀 那他也做到了 那王健銀現在 遇到了這個後方 林鈞陽的挑戰 沒錯 就是用剩下這僅有的7圈 是 然後張冠奇現在也加 漸漸的加入了第二集團 沒錯 有機會去爭奪 他現在超過一個就是前三名的 沒錯 就是直接是一個通台的位置 好 再次參加最後六圈 這邊 不過貼得很近 在左髮夾 第二個左 那個油門的開度保持得很好 是 好 到處第二彎 走換線 好 林鈞陽看起來是有點感受到後方的壓力 所以我回頭看了一下 謝忠已經拉開了 秒差來到了2.8秒 對 均越拉越開了 每一圈每一圈 對 他現在也會在 每幾個固定彎角的時候 看一下跟後方缺合的距離 是 好 現在第二個王劍穎 危險喔 因為 他的節奏好像也帶不起來 那後方的林鈞陽跟張冠奇 不是單單 因為 林鈞陽可能也知道 他不趕快把王劍穎給超車的話 張冠奇就要處理他了 沒錯 然後 就寧可讓前面的王劍穎變成他的那個 有喔 我們大戰 林鈞陽好像醒了喔 直接越對越近 瞬間覺醒喔 對 剛剛 張冠奇試探了幾次之後 他好像還沒醒 然後突然就醒了 但也差不多四周方進攻 剩下最後四圈喔 對 差不多了 來 走一個 換線 那張冠奇也在這邊 想做個超越但沒有機會 對 矛盾大對決 現在第二集團 我們要果斷一點喔 時間不太夠 對 有王劍穎帶領的林鈞陽 還有張冠奇喔 但也還好張冠奇在這幾圈 其實沒有太多激進的 超車動作 沒錯 不對喔 最後一彎超車了 這邊 走了一個內線 但是 林鈞陽他 走外線 彎路維持的比較快 所以在直線的時候 把距離給拉了回來 好 現在王劍穎他們 即將落到了兩台路復車 好像 應該是 有擋到嗎 有擋到 有擋到 這邊拉近的 觀光奇 這邊又跳回來喔 好 現在 擋到了 哇塞 林鈞陽跟張冠奇 這個慢車真的是超級防守員 然後張冠奇在發家作真 公英會慢車超過了林鈞陽 這個喇叭響起了 還有有喇叭是不是 是是是 張冠奇就是讓這樣子成功超越林鈞陽 對嗎 但是現在要中落兩圈喔 還好王劍穎剛剛在處理落後車的時候 有找到一個正確的線 是 要換他可能就被超越 因為其實可以看到後面張冠奇 他發現有落後車的時候 他就已經開始選自己要走什麼 有機會來了 對 前面只要一頓他就馬上開一下油門 沒錯 好 最後兩圈可以 林鈞陽現在也是相當不甘心 感覺出來 那我 謝忠銘已經 好 很前面我們先不管他 因為他拉開之後啊 他其實就 有慢下來啦 就是有觀察說 如果後面再追進 他再加快這樣子 是 哇 張冠奇追很快 真的追很快 插得很緊喔 真的追得很快喔 準備 紅內線 兩個人P很像 來 要最後一圈 最後一圈喔 現在第二名之爭 王劍穎帶領張冠奇 以及後方第四的林鈞陽 勝負的對決 第二名 這邊 大概半個車他的距離 喔 林鈞陽 王劍穎在出彎的時候 自己門戶大開喔 有了一個洞 給張冠奇 直接輕鬆的超越 給了他一個快速通道喔 哇 這個是 很要命的喔 而且距離又被拉開喔 對 因為他 如果當時 不開 可能因為輪胎滑一下 導致 那個線有點便宜啊 是 但是如果他 不急著這麼早開油門 有Hold住那個油門 他把線一樣閃 守在內線的話 其實也不會這樣被輕鬆的超越 對 好 來到此線 恭喜這個組別 拿下冠軍的謝忠宜選手 有時候恭喜 那從後方一路殺上來的是 拿下第二次張冠奇 恭喜 以及最後一圈有點勝利的 王劍穎跟第四名的林鈞陽 一將是前四名 好 這個展開我們邀請馬吉利的黃經理來我們頒發 首先嗎 首先發發第五名來自中華醫師科技大學廖爾秀 再來第四名是當你 一次代表 人德醫護管理專教學校林北俊揚 再來第三名是中華醫師科技大學的王建景 第二名是林東科技大學張冠奇 冠軍是來自國立體育科技大學的謝忠寧 好哥 兩割手 好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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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看我這裡 看我這裡 來看我這裡 3 2 1